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除三国沙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国战录像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盘曹丕 曹丕在国战中录像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曹丕的放逐 和行商 分别看一下放逐和行商的发挥 当然放逐的使用还是需要一定 技巧一定大局观的 来看一下我国战的熟练度 就是曹丕第二 当然国战这个熟练度 是跟那个 就是武将随机性有关的 有的武将他可能不出来或者怎么样 当然 当然你常用的一些武将 还是能看出来的 曹丕呢 怎么说呢 经常出现在我的写箱框 然后总想赢的还挺多 曹丕不能算为国的核心 但是他的放逐 包括行商 在关键时候是能起很大很大作用的 今天可以看两盘录像 给大家带有两块国战录像 嗯 咱们结合录像开始说吧 曹丕 曹丕真的算不上魏国的核心啊 但是 大家也不要轻视曹丕这个武将 曹丕在国战里 配合一些特殊的武将 或者说就是他本身 三个的放逐 还有行商都是有可能 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 我们看录像 这个玩家叫行者乐游 七八趣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你这里面 身间干凝 还有曹丕司马 也有个人觉得曹丕司马 一匹身间干凝要好一下 嗯 如果想曹丕司马 放前放后这个就无所谓了 那随意 然后的话 孙间干凝的话 由于孙间木牌白板 这个 就是发牌 就发牌的功能 然后那个就算是干凝 他也就是 嗯 干凝也是拆牌的功能 这个功能有点冲突啊 然后看这款比赛录像吧 这个直接杀上家 有问题不大 结果杀出个独菜 独菜直接就亮了 然后他又去火攻 跳了一个飞群的身份 之前杀那盲狙那一刀 他并不知道自己身份啊 就是并不知道他是不是飞群 那后来又去火攻了 嗯 盲狙上家这个都无所谓啊 想盲狙就盲狙 然后咱们接着看 怎么想可以拿着桃园 嗯对 把桃园控在自己手里 然后根据局势选择 让不让别人回血 或者说让自己回血 其他人目前还都没有动作 然后咱们接着看 这个这个人把南蛮扔了 不放南蛮 当然不放南蛮 这个也不好说 到底是什么 可能有人他就不喜欢放 对不对 这个都没有动啊 到现在为止就这个 一号位的150了 动了 这个顺一下人会提不到 当然的话 如果司马朝批要动的话 也不要去打这个独菜啊 不要去冰架护杀啊 对不对 就想四血打 其实问题不大 不过我个人觉得还是去打三血比较好 因为卫国四血的武将 还是挺多的 你去打三血的 看他卖血不卖血 对不对 你打对面的三血的可能会好一点 当然选择打四血 就是说不要去杀独菜啊 不要莫名去拉仇奋啊 你不打独菜 独菜就会去杀他上架那个 刚才杀过他那个人啊 我一定是啊 独菜杀他没问题啊 就是要把你打出来的 既然你不是群 我就要把你打亮将 然后看看150的 还会不会继续杀独菜 然后继续杀独菜 然后挂了一刀 这个咱们主持角 他是觉得主持角 没有杀独菜 觉得他这个群 然后这个 独菜给自己背歌了一下 曹皮司马翻这个人也没问题啊 因为他之前打的是这个人嘛 他之前盲居的这个人 把这个人翻了就翻了吧 对不对 因为你不翻的话 他可以反正过来打你啊 如果他不是魏国 然后这个172的就是 就是也没搞明的 他去搞的案的 搞的下家 之前顺务他装备的 这个什么都说明不了 现在就是魏和独菜量吧 我感觉他们俩完全没有必要去互杀了 让小外号把其他的案件打出来 这个有自己执笔的 那就很好了 看一下上架 现在没有距离嘛 看一下上架是谁 如果不是魏国的 不是不是魏国的 就可以去打了 然后看到这个香香 那肯定要打 香香是魏国的核心嘛 这个更要打了 那对于香香来说 独菜就小菜一碟了 不过 不过有 而且就算是 主要是主要原因 还是这个157的是案将 你主要就得把它打的亮出来 就是不能让案将占便宜 然后这个国家被独菜打了也亮了 这个没有问题 被打了卖血了吗 肯定要亮 不过现在魏国的嘲讽 路里克就上来了 他去偷独菜和之前司马杀过这个人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如果我是张来后国家 我会杀这个157司马看过的 然后再找一个暗将去打 我不会去打独菜 没必要 真的打独菜没必要 这个完全没必要 还去给打无限 你这就是盲目的莫名拉仇恨 因为这泰兹 泰兹立刻不高兴啊 直接亮了 开始干卫国的 然后再让上架 抓一刀这个没卖血啊 看起来不太像卫国的 然后翻掉 对把这个香香医药翻掉 没 其实这上了后国家 真的没必要去拉独菜的仇恨啊 直接打那个暗将 然后再去找一个暗将去打 然后勒兰斯马 再去杀 这个反馈啊 把那张红桃牌反过过来 自己手里没有红桃牌被乐了 这两下放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把离自己最近的全部放逐呀 没有问题 丁凤凤的话 一杀三嘛 然后杀了一到172了 也没杀出卖血 他就就没有杀了 这个172挺会玩啊 就是他去 他从来他都没有搞明将 他就一直搞那下架这个暗将 然后当这次他用自己就被看了 那他看到这个卫国 那他肯定不是卫了 但是他打的也比较正确啊 不要去打那个明将 你就去压制你下架的暗将 这个真击亮将肯定没有问题啊 这个时候肯定要亮吧 配合司马 当然的话真击可以考虑打他上架 也可以考虑打这个157的 因为曹屁这么针对这个157的 说明这肯定威胁特别大 杀的157也问题不大 或者说杀的172也可以 这个添付了就不用改了 省了一匹马 九杀 香香 对 香香是核心吧 物货的核心必须带走啊 这个知己知彼不要从中看一下 看到一个蜀国的 这个蜀国的不用去管啊 看到个赵云 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刘善赵云古说嘛 赵云抱小孩 还不动摊了 这些九杀正好扔个闪死不了啊 然后看一下 这两次放逐其实还是很关键 第一次把泰尔兹放逐 第二次把香香放逐 对 不可连的非常对啊 这回你终于明白了 去连岸将 就是就是不打明将 你看不连泰尔兹 泰尔兹他不动 然后你把岸将打出来了 online上现在一个很错误的 就是明将互杀 非常非常错误的 就是 就像现在这样打 把你岸将都给打出来 这都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我去连你 我去打你 给你打出来了 都是亮了 是想收司马 把司马翻面了 然后还有填锋 发动了随势 救了一下 对 这个把这个立刻要出牌的翻了 他这个下翻了也很正确 就是因为那个真机动的话 很有可能就把这个香香带走了 由于有张辽在 就是对方的桃基本上控不住 他刚才张辽连的这下很对 就是 连的是 还用这一支笔干嘛呢 就是 这支几支笔没啥意义啊 你还不如去看看暗奖 这翻的完全没有意义啊 这完全不知道 都是技能是你的回合内 到人一回合内又亮出来了 就是 怎么说呢 把暗奖都打出来 必须要给你们打出来 这个真机 你就明白这个曹批司马的意思 立刻把这1507的干掉 毫无疑问的要把它干掉 那很好 谢连弩 然后这个打无限 不过他不知道是香香的 不过借连弩也可以啊 借连弩就算他亮了消极 那个真机是一堆杀的 还是能带走啊 直接收拾非常好 这就是放逐的压制 对不对 把你的把这个香香的核心 一直压制到死了 上一刀这个背歌啊 看一个改成梅花 对很好 不让你回去 一次翻面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这个时候就吃菜了 毫无疑问的要吃菜 这个直接杀独菜也可以 独菜是没有手材的 你杀那个田中 直接杀独菜好一点 救了一下 翻杯歌 翻面 翻面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翻面就无所谓了 挂两种吃菜 可能要吃菜了 吃菜就是大优局嘛 然后郭家把那个谁带走 太子带走 这个田风直接随势啊 就死了 这个独菜之前码头没亮 也是没没办法 他不能亮 因为没有队友 这个没办法 他之前是没有队友 这个就是配合随势 还有那个收拾 对吧 继续杀 几次曹批这这局几次很关键的翻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嗯 导致了三打五还是获得比赛胜利啊 接着看啊 这个张辽国家应该能带走泰尔茨和丁凤啊 这种泰尔茨和丁凤啊 之前咱们主持人已经看过那个 160是赵云啊 当然只要他不是黄月鹰的话 基本就没有可能翻盘了 除非他是黄月鹰啊 那蜀国 蜀国能翻盘的只有黄月鹰啊 那是 真的是赵云抱小孩啊 赵云抱小孩 还是你想翻盘就难太难了 你最多是打死了曹批斯吗 你也打过那两个人了 上下话稍微快信一下 这个直接一个详细带走啊 这牌比赛整体上还是比较精彩的 主持人也懂得压阱暗将 就是把暗将必须提前打出来了 而且这局大家看到知己之笔这张神牌啊 然后通过知己之笔看到了别人的身份 对不对 就是 还是我再次提醒一下新手啊 或者说玩耳朵的朋友 知己之笔这张牌 90%的情况下都不要重铸 只有非常极少数的情况下 重铸 然后 再看一看 这位玩家叫德威恩皇 也是七八区的玩家 还真巧 这几个选将 当然这个卧龙和庞统是珠珠连笔合 这个选将也非常非常好 可以选卧龙庞统啊 当然这盘他选的淘皮虚楚啊 那可能偏好卫国啊 蚕皮配虚楚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你收尸的话很有可能收到杀或者武器什么的 然后就可以落一 因为收尸的话闪炮久你收尸不到 但是杀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收尸到的 但是卧龙庞统的组合还是很不错的 这看下家看下家不要动下家 这种行为啊 我是觉得就特别不会玩 看下家杀上家 下家绝对不会搞你 那下家马上就出牌了 你能把人打死吗 你打过死人 人家掉过头来就干你 然后非要突突死人家 何必呢 你说你杀一刀 上家过多好 下家保准不会打你 他没准就会跟着你这跌兜去走 对不对 你这拼个两败俱伤 你死我国是何苦呢 这这这这你是诸葡营吗 你准备空城了 这香香路线是被迫打亮将了 没有问题 肯定要亮了 都把我杀成这样的 你这是就是这个房中这真是何苦啊 拿了个顺 这应该是顺装备准备消息了 看一看吧 看一看香香香应该是会去打黄中了 我也可以 我要正常的话 可以不必要打黄中 黄中没啥好打的 我的装备下了 可以去打打别的案将什么的 可以找个四血的案将打一打 对不对 这个跳了一个飞无的 不让不让他那个刷牌了 这个139的 看看115啊 会跳什么身份 没动 没动那就不知道了 156 也到沙皇中 那这是跳什么 跳无 非无非数 这种都是属于不太会玩的 没必要这么去打 难道就认得明将吗 这要收了 当然的话 你其实可以打香香陆训 因为香香陆训 一定是一个大boss级别的速货 黄中的话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打 香香可以打 因为香香陆训真的是无国的核 好这个时候就收拾了就体现出收拾作用 就是我说的 你看有斧子 对吧 好 这个国家也亮了 没有问题 那这个都跳了一个飞 卫的那是个群 那他自己亮了话筒 你说你这何必的 打了半天 黄中一看卫国都出来了 你又给加血 你之前打他干嘛 早上说了 你这不应该打黄中吗 那蜀国的他亮了 就让他呆着就可以 也没必要去打 你一个群话筒 对不对 那你说肯定掉凉血了 直接直接可以灌尸符九杀了 灌尸符 很给力啊 这就是收拾吗 收拾得到牌吗 你刷一下牌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你也可以先开无中啊 看能找到其他东西 找到一个贴索啊 很好 直接带着飞啊 由于怎么说呢 由于就是这个三血没有掉血 这个四血的话 很有可能是卫国的 就直接带这两个飞也没有问题啊 因为毕竟卫国现在 不是卫国现在亮了两个 是人数优势 这么杀也没有任何问题 直接带走 带走的话就可以盲居一下 果然是个诸子啊 还真是诸子上来 上来那个亮空城啊 我说怪不得这么这么嚣张犀利啊 这个 凿屁收尸狂虚出我一芒 张飞亮了 这个时候按钮肯定都得分分亮了 去打无废光 没有问题 杀一刀翻暗将 一下其实没必要杀 黄酒杀嘛 这这有关羽嘛 对吧 肯定能复养人亡 比较悲剧的是没有黑牌了 不是没有红牌了 那真机一亮基本大事已去了 就是卫国天下了 那就随便打了 这没必要去杀 去杀暗将 不要杀这个关羽张飞 先把暗将压制住 就关羽张飞他已经是名字了 你这什么国家什么真机 什么曹批你根本不怕关羽张飞 就是 这种情况下 而且国家真机许楚洞的话 这肯定死了 就是提前压制暗将 如果我是真机 我提前去压制这个暗将 不让他出现意外情况 比如出现什么暴将之类的 对不对 出现意外情况是没必要的 这种细节大家要注意啊 当然这个人就放弃了 本来的话是应该 就是提前先压制这个暗将 然后最后再去打这个关羽张飞 对不对 因为后面有两个位 我那个怕什么 这局比赛就是通过淘梯的收拾 迅速电力局面就打死了 然后的话大家 就是注意一下最后那个 王赖上他很喜欢 打名将 你这个时候到最后了 明显你三位 就算你打错了 这个104的是个位 那你也拖拖赢了 但是但是假如他是个别的暴将了 你不提前限制 对不对 出现意外怎么办 就是怎么说 就是他是为我 你打了他 你为我也是赢 对不对 他不是你提前限制一下 对不对 这个关羽张飞 就是个死人了 没什么用了 对不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曹批这武将在国战里还可以 有人总说他弱 反正不是反正不是核心 但是关键时候的放逐还是真的很管用啊 我用曹批 但就是主要还是一个问题 昂賴上很多人不会放逐不知道怎么放逐啊 最最最最最搞笑就是那个放逐就经常喜欢放逐名的案子他就不懂先提前压制 但是你你用那个曹批你提前把一些很有可能有威胁的案件提前放逐了保证自己的队友行动回合 这才是最主要的 对不对 这样才能最终获得比赛的胜利 希望就是这样吧 而我想让你大家就是对这个曹批的理解有有帮助 那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